那看一下咱们这代码 看咱们这代码当中的话 我们需要对刚才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进行改写的 对吧 咱们先改哪呢 咱们先改后半部分 也就是说 如果从MySQL已经查到数据之后 那我接下来需要把数据保存到MySQL当中吧 对吧 需要把它保存到这样的MySQL当中 什么时候拿到数据呢 从这个地方拿到数据 拿到数据之后呢 我对数据进行一下处理 转换成了字典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说了 我们要给它往后去保存了 保存到哪呢 将数据保存到 将数据保存到Redis中 好 保存到Redis当中的时候呢 这时候大家就得去想了 我们现在右面这个选择了 我们得去选择 在Redis当中 到底要保存什么样的数据类型吧 对吧 这是我们要去解决问题了 你说要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呢 这一点的话 跟之前的思考点不太一样 你要怎么去想呢 之前我们去保存的那个数据的话 无论是保存的是验证码的数据 还是保存的访问的历史记录的数据 通通的都是一条 然后呢一条往往进去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关于在这个缓存的数据呢 缓存的数据的话 我有可能会需要修改那个缓存数据吗 那我们通常要做的工作的话 这个地方的Redis里面数据 仅仅是对于买Sucle的一个备份吧 真实的数据最终在改的时候 也是先改买Sucle 改完了之后 Redis里面我再去解决图部的问题吧 所以相当于Redis里面的数据的话 并不是会直接被进行修改的 这是我们要念名的问题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哪怕我们在这里面出现了这么多的数据 应该对于Redis来说 整体存整体取吧 要不然整体就给你塞进去 然后我在去取的时候呢 也是一块都给我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呢 我就向前端返回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这里面出现了这么多数据 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整体 然后呢直接给你存到Redis当中吧 当做一个整体存到Redis当中的话 可以选择哪种类型啊 可以选择一个哈希吧 可以选择一个哈希 也可以选择 这是一个列表 是不是也可以选择列表啊 对吧 可以选择用性 那我还可不可以选择字不串呢 能不能去选择字不串呢 可以吧 原因在于哪呢 你去想一下 我最终给你返回前端的时候 我让前端给你返回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啊 实际上这个地方 这个数据是字不算过 是字不算吧 是不是这样字不算吧 所以那现在我们说了 你要想把在缓存当中的数据 直接往前端进行返回 你最终前端返回 反过的时候还是字不算 那我能不能直接就把你前面的 对于这个列表的 先给你转换成字不算 然后呢给你整体存到Redis当中 然后呢直接就把这个数据 给你往前端返了吧 那我接下来在前面这个地方 我接下来在这个前端 一再进行从专辑当中 往外去取出去的时候呢 取出来的实际上 是不是也是这个阶段的数据啊 咱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阶段 是不是往前端返了呀 根本就不需要去处理的吧 所以你把它选成列表也可以 你把它转换成字典也可以 你只不过是说 你还得从专辑当中往外去取的时候呢 还得再把它转成增串 那我如果在保存到Redis当中之前 我就已经把它保存到字幅算了 那我在去存和取的时候 是不是都不需要再做别的工作了 这一点是不是更进一步了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做了 反正我们要做的一目的 就是把它整体的存进去 然后呢到时候用的时候呢 整体取回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咱们在这里面 可以把它转换一下 我们就可以先给你转换一下 我这里面要保存到Redis当中 但是呢我保存之前 我可以先给你转换成对应的字幅算了 这时候你要把它转换成对应的字幅算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怎么去做了 我们就可以去做了 你是说把这一部分转换成字幅算的 还是说把整体转换成字幅算的 都可以已经操作了 我们如果把它这个整体给你转换成字幅算的话 是不是会更方便一点呀 原因在于哪呢 原因只要有数据 你往前段返回的时候呢 Aerror Number Aerror Message 以及这个Data来说 实际上是不是都是整体的呀 有数据状态码肯定是OK 然后对应的这个地方也是OK呀 对吧 那我们干脆就把整个响应的结果 通通的全都给你转换成对应的那样接触数据了 所以现在来看一下 咱们将数据呢 保存到这个Redis当中之前 我们先把数据呢给你进行一下处理 将 数据 转换为 Json Json 自复转 好我们要去减换的话 那这时候呢就不再依赖于他 咱们呢还是去引入一下这样的一个Json模块 在Json的这个模块当中 我们去使用那个Dams方法吧 用它来进行转换呀 那在你转换之前的话 还得有这样一个整个响应的那个几点数据吧 所以咱们先把响应的字典数据Response Dict 我先给你构建出来 这里面的响应数据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咱们先构建一个字典 Dict 这种的字典构建对象你见过吧 没有 那么先来看一下 字典的构建使用方式 是不是大括号的方式里面传建设计 那除了那样的方式创建字典对象之外 我们说了这个字典 它实际上也是一个类 就是一个类的 就是DICT这样的类的 所以呢你可以通过构建Dict这个东西 直接去传 那在Dict这样去传的时候呢 它就跟你底下使用这个函数 是一样的方式了 你就不需要再去写对应的 见号值了 而是说把见之对是见等于值 见等于值的方式传给它 它给你构建出来的仍然也是一个字典对象 所以这个字典的话也要过去用 不用号号 好 这里也多了一个话 然后这里面通过这样的方式 拿到一个字典对象之后呢 我把这个字典对象放到这里面 是否给我们转换成阶层数转了 拿到就是ISB里面的阶层数转吧 就是这样的阶层数转 有了这样的阶层数转之后的话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将它 保存到对应的这个字典当中来了呀 直接进行设置 保存到阶层当中 保存到阶层当中的话 那对应应该去使用的是这样的一个side吧 使用side方法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说了 那在这里面保存side方法的时候 我需不需要给它设置有效期呢 这里面是一定要设置有效期的 我们先来去说 先把代码写完 待会儿再来说一下 为什么要一定要设置有效期 好 我们在里面去写一下 阶层里面的sideEX 相对应的我是不是要给它去起个名字了 比如说把它叫做area info n-r-e-a 这是乘区的信息 我要起这个名字 然后呢 它的有效期 我们还是给你放到长量当中来进行保存 咱们去写一下 对应的 这是乘区信息的缓存时间 信息的缓存时间 然后呢 应该对应的是比如说这叫做area info radis.espi-r-e-s 或者把这个地方叫做radis cache 我们所说的这样的一个缓存呢 就是对应的通常所见的 cache cache 这个东西 这可不是擦车啊 单位 单位是秒 那比如说呢 我们把这个单位时间呢 给你设置多少呢 比如说咱们可以给它设置为两个小时 那就是7200秒 这个到底多长时间 可以由我自己来决定 我们待会再去说 好把这个东西 cache拿过来 应该对应的就是constance 长量里面的程区信息 error 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的值刚才是不一定有了 isb里面的json 把这个字符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的话 这里面还要去补货一下 一长sd 对应的 记录一下日志 log error or 然后呢 error之后 记录一下 当前在这里面 如果没有保存成功 我们需要处理吗 不需要吧 大不了这次你缓存 下次再缓存吧 所以没有需要的信息 然后呢 后面是直接给你返回了 那返回的时候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不要再用jsonify了 原因在于哪 我们上面是不是已经转换过一次了 下面再让它转换一下 很浪费时间的 你要知道把字典转换成json增传 是也有性能开销的 所以呢 能只转换一次 就只转换一次 那我接下来就不再停转换了 直接把这个json增传 反过就可以了 转回 但是我们说了 你反过的话 又是当我之前说的东西了吧 它默认的content type 是html的格式吧 并不是json格式 我们还要自己去设置 对应的响应的头吧 所以咱们把响应头也设置一下 比如咱们就随于原本方式 对应的状态码200ok 然后呢放到这儿 后面咱们使用这样的字典的方式来写 content 对应的type 对应的它的值呢 是applicationjson 是这样的东西 好 这个地方已经保存完了 这个地方保存完之后 回过回来 我们去想一下 那在一开始 进入到试图的时候 也跟刚才我们所分析的是一样 并不是直接一上来 就获取数据库吧 而是得先从right的路吧 所以咱们在这个地方 一上来 也去给你改一下 那就相当于 我在这里面呢 先具体一上来 尝试 从right中 读取数据 尝试从right中 往外读取数据 那也就是说 页在这里面又要去设置 try 然后呢 对应的是right里面的 使用get的方法 因为存的东西都不算 所以就是get areinfo 跟它们保值一致 拿出来的东西 实际上是不是也是一个 ISB的阶层呀 是这样的想象值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 补货一下异常 补货一下异常 在这里面去写了 如果出现异常的话 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error 然后我们说了 如果在这个地方 出现异常的话呀 我又出影吗 不用吧 我不需要去返回 只不过是没有出镜嘛 所以在这里面看一下 IELTS 是不是才代表 有东西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来进行操作 那这里面进行操作呢 也就相当于 如果说 RESP这个Json 它不是NAN 意思 not NAN 是不是代表 在这个right里当中 有数据呀 对吧 是有数据的 有数据 我是不是直接就返回了 所以 如果这句话 没有 就是说 这个返回值是NAN 或者是抛出了一场 这个IELTS里面 这个句话 就直接回来了 所以就直接到下面 查一数据库了吧 所以就是这样一种逻辑 相当于 这个地方呢 是 RESP有缓存数据 有缓存数据 那我直接就进行返回 直接返回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还是 底下这句话呀 咱们直接把这句话 拿上来 所以你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流程 就完整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当我第一次进行访问的时候呢 一上来 先从right里当中 往外拿数据 这时候呢 如果出现了异常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这里面 进入不到IELTS 直接往下走 是不是查询数据库的 因为有异常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判断 有没有数据 所以呢 直接从right里当中 从这个数据库往外 进行查询 然后呢 那如果这个地方 没有出现异常的情况下 进入到IELTS里面 然后呢 我再判断 这个返回值有没有呢 这个返回值 如果说它不是NAN 代表有数据 我直接返回 如果ISB它是NAN 这句话执行不了 执行不了的话 就直接又进行在这里面了吧 它是NAN 代表没有还得出去 所以呢 就是在这里面 直接进入到数据库 当中进行查询吧 所以就到这了 在数据库查询的时候呢 进行去查询 查询完之后呢 把它转换成 在保存到专业当中 直接返回 所以就保证 下次就得了 这是关于这样的逻辑 这个逻辑 写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我们让程序 直接去运行一下 那咱们在让程序运行的时候呢 咱们加上一个调数信息 加一个调数信息呢 咱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 我一开始 先从专业当中 来拿的时候 这里面是 如果ISP不为难 代表redis有数据 所以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 给你去加上一个 相对应的日志信息 比如加在哪个日志信息呢 还是logger 咱们这里面的日志信息 代表不是错误 也不是警告 而是急事吧 我们就使用infer 这样的方式 然后呢 可以假议 打印什么信息呢 我们突然把它当作hate hate是代表击中的意思 相当于 这一次呢 你成功的命中了redis 从redis中拿到数据了 这样的意思 hate redis 击中了redis 是哪个信息呢 error nrea infer 那也就是说 我只要能够看到这句话 就代表使用的是缓存吧 对吧 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呢 咱们让它 程序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呢 我先把这个 这边的redis case 随意外 s 这里看一下 实际上是不是还没有 追应的 呃 这个程序的缓存信息了 所以接下来 咱们去 重新 再来去 还是访问这个请求 直接伸了一下 伸了一下 这里面拿到数据了 拿到数据之后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相对应的 是不是并没有出现 条件的信息啊 但是这里面 再来看一下 case 当中 这里面是不是有了 我们把它拿下 get一下 看一下它什么值呢 这就是我们去转换成的 这样的一个接线 中转了 所以接下来 我再来去进行 send一下的时候 再来 send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又看到数据了 但是这个数据 你看一下 有没有打印出来 我刚才写的信息啊 击中了redis 缓存吧 所以你再看到这信息呢 就不是从 mysever当中拿的 而是直接从 redis当中拿到数据 直接就 返回给 前端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样的管存的 这样的机制 对 对